而室外木器 铁器和管道类的油漆系统方法和室内一样 不过所选择油漆的特性 除了与室内要求一样之外 还要预防环境侵蚀 对周围污染的物质有一个良好的抵抗能力 并且可以抵受长期的日晒雨淋 你说的很全了啊 不过在油漆施工的程序中 有一件事我们要特别注意 例如扫漆的施工方法 除了可以用漆扫之外 其他的方法都要经过工程师的批合才行 如果被漆的地方和位置 在安装之后都漆不到的话 就必须在安装之前刷好油漆 还要记得在刷漆时 不要将漆撒到其他材料上面 所以一定要事先将有可能被染到漆的材料做好保护 而所有五金配件位 就要尽量先上好漆再安装 同时在刷漆和等漆干透的过程之中 还要保持好油漆表面的清洁 并防止染上灰尘 在油漆未干的地方也要用和告示 以防被人破坏 我知道 还有个人安全装备这不可缺少 当刷挥发性高的油漆时 要留意场地的通风 不可以有任何火种 在附近吸烟和烧汗都不可以 说的没错 不过还有一样 我们千万不能忽略 那就是废物的处理 我知道 除了未用的油漆要放好之外 用完的空罐也都要插穿 燃油油漆的废弃工具 要放在指定的地方 一定要依照化学品废物处理的规定 把它运离工地 我在做什么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看这样就不怕工友 把那个空油罐拿来再用了 记者小妹妹果然很聪明 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楚地知道 油漆的优质工具该怎么做了 不过做归做 做完之后 还要验收合格那才安心的 所以在刷每一层油漆之前 承建商都一定要通知工地的专案经理 一起检验油漆的表面 以确保镊子和每层油漆的质量和稳定性 都全部符合规格 还有油漆的收口要平直 千万不可以刷出劲 尤其是窗边和配电箱的位置 一定要平滑 另外还要确保油漆的颜色色彩 质感和遮盖力等等 都要合乎标准 而漆面不能有明显的扫纹 手摸上去一定要非常光滑 同时一定要确保光泽一致 没有流挂 没有皱纹 发白的情况出现 如果工程师有特别的要求 还必须做出基层的湿度 酸碱度 漆磨厚度 破坏性的漆磨厚度测试 以及粘贴力的测试 说得没错 如果工地上的每一位工友 都可以尽力做好上面我和国强 所讲的每一道工序的话 那就已经达到优质工序的目的了 知道吗国强 知道 并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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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